好了 那么我们来接下来学习一下二维数组的练习便利 如何去便利二维数组 我们说了重点要掌握的是一个是便利 一个就是求和 首先我们来看便利 复制一下 做个练习便利 泰子塔1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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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 泰子塔1 然后来一个A2 A1 好 粘贴 二维数组的便利 那么我们便利一维数组的时候怎么便利的 便利一维数组是不是通过for循环就便利的 那么二维数组是不是相当于是 数组中有数组 那你便利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是循环中嵌套循环 所以便利二维数组我们应该用for的嵌套循环 那么就把刚才这个代码考过来 就它 上来就出使画就行了 选择把一个复制了 那我们现在想把它便利怎么便利呢 如果便利一维数组的话 我们用一层的for循环就可以了 现在便利的是二维数组 我们来一个循环中 写循环 for Int i 就成为了0 那首先外层循环你是不是应该拿到每一个一维数组 这话能明白吧 外层循环应该拿到每个一维数组 那我现在这里面有几个一维数组 是不是有三个 有三个的话 那是不是就代表的是ar的learns arlearns是不是存在着三个一维数组 所以应该就是i小于谁啊 ar.learns learns 然后来一个i 加加 那么这个其实是 获取到每个二维数组中的一维 数组 那我问一下大家 我想表示一维数组 就是想直接表示一维数组 是不是ar0代表第一个一维数组 ar1是不是代表第二个一维数组 那这个i的变化 是不是跟我们那个一维数组的变化是一样的 所以ari就代表的是每一个一维数组就在 那我拿到每一个一维数组之后 是不是想获取每一个一维数组的元素啊 那获取一维数组的元素怎么办 来一个for 然后interk就等于了0 那么k呢 其实代表的是一维数组中的锁引 那么一维数组最大的锁引 应该取得几呢 k应该小于的是ar通过号 如果是第一个一维数组 那是不是ar0点乱色 learns 那么来一个k 加加 那如果是第二个一维数组 那是不是ar1点乱色 如果第三个一维数组是不是ar2的learns 所以这里面应该是ar什么 ari的learns 我打印的是00对不对 然后j++ 这变成1 1小于ar0点learns ar0点learns是不是3 1小于3 这个条件满足 所以我打印ar01 ar01是不是代表这个元素 那么ar02是不是代表这个元素 这就是第一个一维数组打印完了吧 那么到第二个一维数组的时候 你是不是ar++了呀 好 那现在呢 咱们这样 打印的时候别加这个ln 别加这个ln 然后呢 再加空格 然后整个一维数组打印完之后 第一个一维数组打印完之后 我加一个什么 是不是加一个换行啊 这个大家先会了吧 加一个换行 好 那么这个就是获取 获取每个一维数组中的元素 的元素 好了 来编译 进行 再来看 1236789 明白什么意思吧 再解释一遍啊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首先拿到的是 每一个一维数组 拿到每一个一维数组 那拿到每一个一维数组之后呢 在这里面的内循环 其实就是对每一个一维数组的元素 进行获取 那我们就可以对元素进行打印了 内循环结束一次 那就证明一个一维数组被便利完了 然后呢 我们就来一个换行 好 这就是二维数组的便利 好了 这个值点咱们在这保存一下